这个年仅五岁的孩子惊恐地望着房间里的外婆 此时的老人已经到了死亡边缘 妈妈关上门抱着儿子不停安慰 而孩子的嘴角却露出了奇怪的微笑 他发现自己已经喜欢上了坚证死亡的感情 一转眼三十年过去了 男孩成了一名连环杀人犯 他喜欢用项链勒死受害者 随后用锤子在撕着脑袋上敲出一个大洞 手法极其残暴 另一面的警局里 大家还在寻找受害者的共同点 整整十二年 这个杀人犯几乎没留下任何破绽 细心的道远想起来 心理医师曾经问自己有没有卵生兄弟 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见过黑道远的尸体 为此他提取了黑道远死前直击中的DNA 和心理医师的进行比对 发现结果果然吻合 这样一来医师很有可能就是杀人凶手 道远找到医师 举枪相对 没想到医师竟然直接选择了自首 十二年前 还是高中生的他带着李大奎去小慧的父亲家里抢劫 不想被老头发现 为了自保他选择先下手围墙 不但勒死了男人 还用锤子砸碎了死者的脑袋 自那以后他便彻底放飞自我 不断寻找狩猎目标 听着医师的陈述 所有的警察都愤怒了 可下一秒 医师又全盘否认 说综上手术只是自己瞎编的 警察很无奈 因为目前没有任何证据 就连那些被害者的尸体也完全找不到 道远很清楚 死者都被装进行李箱 溜进了自己所在的平行时空 根本找不回来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尽管真凶就在眼前 看他们别无他法 只能选择释放 临走前 医师说出了另一个秘密 第八个受害者已经出现 你们正要24小时的时间 如果找不到尸体 尸体便会永远消失 道远很崩溃 科长勤姐去劝他看开一些 他已下定决心 这场案子结束 他便选择拖越让闲 夜晚 天空突然下极了雨 道远转头望向时钟 心里一惊 雨夜 9点35分 8210列车 看来凶手会在今晚 向尸体整体另一个平行之空 道远飞飞到无尽吃战 此时黑衣人已经拖着行李箱 登上列车 列车缓缓启动 时间紧迫 胜败再次一举